可以了可以了 这唇膜的嘴啊 是能够体现不同的美的 今天我们准备了几种食品 让佳怡来给我们展示一下 美的吃饭 我面前的桌子上摆了几样东西 有红酒 有酸奶 有薯条 有瓜子 接下来以李佳怡为主 郭麒麟算一个 好吗 小四女外印吗 来啊 可以啊 是吧 来 佳怡站在中间 你们一边一个 好嘞 来看一下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吃法 我说哪个 咱们来哪个 首先每个人拿起一杯红酒来 来 好极了 我们看了啊 很快是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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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俩没出息的 我能抓一把 给他留一个 什么啊 都没吃完 来 接下来要刮子 我们看一看 吃刮子是怎么吃的 这特不快 嗯 吃刮子都能吃得这么优美 问题是这一斤刮子得吃到什么时候 来 几位换一下吧 我们这有酸奶 来 准备开始 这一回合 我儿子生了 看我们孩子喝得多热闹 满脸都是 好 我们这还有那个 果冻来试一下 我们看到了 李嘉宜吃东西很优美 也看到了 我们这俩孩子 吃东西多没人样的 今天我们为了李嘉宜 还特意准备了一个 小小的游戏 什么游戏 既然跟嘴唇有关嘛 我们今天搞一个 看口形猜字意 很简单 我们一个传一个 只是张嘴不出声音 下一个人猜你说的是什么 然后再说给别人 准备好了没有 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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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 开始 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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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